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青蜜莓86加23 全收集攻略卡其娜突破材料 原则5.0 材料本上方的这个传送点 出来后左转 往东方向这边看 然后这个位置 有一株青蜜莓 毕竟有一株青蜜莓 它有三个材料 那我们接下来往这个方向走 东北方向 走到这里 草龙前方有两株青蜜莓 有些小触觉 给它收集一下 另一株再运回田域 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 这边走 然后从旁边爬上去 然后一直走 走过来 这边有两株青蜜莓 我们过去给它收集了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到下方的这个传送点 那如果你这个传送点还没解锁的话 就先去做一下任务 出来后回头 前方有两株青蜜莓 然后右转 这边有一株 总共是9颗材料 接下来我们传送到悬木门 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 那出来后左转 从这一边跳下去 我们先飞过来 然后朝底下看 可以看到瀑布 那我们这边落下 落比较里面一点 好 看这边 这边有两株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从这一边走 就给大家采集一下 见 然后从旁边走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株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一斤 给它收集一下 总共是5株 然后15个材料 那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到彩石顶 上方的传送点 然后左转 往北方向 这边一直前进 好 朝底下看 这一边 这边有一株青梅 青蜜梅 有三个材料 然后继续往西北方向走 这个树旁边 这边有两株 有六个材料 给它们都收集一下 然后返回刚才的传送点 那我们出来后 右转 往西南方向 前进 直接从这边下去 这边跳下来 然后朝底下看 这里有一个材料 给它收集了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传送点 传送 出来后直接往前走 前方可以看到一个青蜜梅 我们必行挤 这边有三个材料 好 好 这边走过来 我们必行挤 变一下生 这边杰戒油过来 或者不变生也行 这边走过来 这个草丛里面 有一株 我们给它收集一下 然后左转 往北方向 大概这里 银币行机 走过来 然后朝底下看 我们落下去 这边有一株 然后这边一株 我们先把北面的这一株拿一下 收集一下 然后我们沿着方向一直走 沿着东南方向一直走 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株 然后右转 然后右转 这边下来有一株 我们接下来传送到 主一庙与右上角的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 出来还有直接往前看 朝底下 以下这边有一株 给它收集一下 然后左转 往西栏方向 过来这边一株 然后上边一株 前边一株 这边的话总共是有四株 12个材料 我们给它都收集了 接下来我们传送到圣火竞技场 下方这一个传送点 拿出来后 可以看到右边 继续敲斑吧 这一个上二核的状态好了 这去把活一次赶完 然后打开商店 这边可以买五个的亲密枚 购买一下 接下来是19个一次性的亲密枚 我们先传送到材料本上方的传送点 传送 没有出来后我们直接往前走 然后往西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这边直接跳过去 相机这边有两个亲密枚 然后看向对面 对面这边有两个 给它收集一下 那我们打开地图 到左下方七成像的传送点 那出来后 左转 看到这边有一个影地 我们跑过去 我们跑过去 好 影地这边有三个 给它收集一下 然后从右边这个墙爬上去 因为我们现在要 拿这树上的这三个 拿这树上的这三个 诶 给它都收集了 接着我们打开地图 到彩石顶 右边的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 那出来后 先以为同性了 往东方向又出现了新桃底下看 这边有一个宝箱 我们把这几个秋秋人打掉 然后宝箱开启后 会有九个的青蜜霉 那我们接下来传送到回松之子 右上方的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 那出来后 我们要到这个位置 我们这边先过桥 我们闭情机 过桥后右转 我们上楼梯 去机 然后这边会有个NPC 跑来跑去 他不在的话 我们就往前走 这个小女孩 叫切尼 安娜睡话 干 好 会获得四个青蜜霉 好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